一公照護失智症長者 時常面對老人家鬧脾氣 罵人 甚至攻擊 照顧起來力不從心 社工就教導 五要三步的照護技巧 包含面帶笑容 和長者講話時 要平行視線 溫暖對話 吃飯 喝水上廁所 要先徵求同意 獲得長輩的理解 但是也不要嚇他 不要逼他 不要怕他 甚至長輩時空錯亂的時候 陪他演戲也沒有關係 根據內政部和衛福部統計 臺灣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每十二個人就有一人患有失智 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罹患失智症比例 更高 每五人就有一名失智 患者頭腦退化 理解事情的方式改變 情緒有時和善 有時很兇 導致看護移工時常吃盡苦頭 通常是他對你講的這個話 聽不到無法理解 有時候換一個說法 他可能就可以接受了 這個就是照顧失智最困難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他當下的一個情境 你不一定知道他在演哪一齣戲 民間機構受北市勞動局委託 視訊開班 邀請雇主和移工認識 五要三步技巧 包含面帶笑容 和長者說話時平行視線 溫暖對話 吃飯喝水上廁所 先徵求同意 獲得長輩理解 但也不要嚇他 不要逼他 不要怕他 甚至長輩時空錯亂的時候 陪他演一齣對手戲也沒關係 不忘記這個情境 所以轉移情境 也許是一個辦法 授課內容凸顯 移工不只肩負照顧工作 也時常背負情緒勞動 秉肩團體說有些雇主 會認為照顧很簡單 無形中給移工壓力 但光是安撫失智長輩喝水 就可以拆解到十四個動作 才能成功 所以開班的目的不只訓練移工 也希望雇主能有多點體諒 記者 郭俊麟臺北報導